槟城打枪补是个平民区 小孩子因为家庭情况 没有能力到补习班补习 慈祭马来西亚分会 设立了慈祭社区中心 关怀社区民众 相隔两年多 网上补习班也逐渐恢复日常实体操作 为了感恩打枪补老师们爱你付出 慈祭志工邀约老师们到 慈祭自业体餐饭 更邀请他们到处服馆用餐 让老师们多了解慈祭 理科大学学生拉尼和沙利 是最早到达书轩 书轩常驻志工先为他们分享 书轩的历史与产品 他们对于不同意外面 咖啡馆的经思书轩达到好奇 这些客户也服用很多 优优优独的食物 他们也服用很多食物 他们就告诉我 食物可以在灵状 因為食物很容易煮熟 我們可以燒烤在沒有時間 然後他們只能保持健康 甚至在地上危險的地方 很驚訝 而且他們也有提供一個生活 一個生活生活的環境 分成各小组,静诗堂的常驻之宫带领大家导览,分享静诗堂的构造与持继历史。 从沙楼月到槟城师范学院的学生,感叹这年丧人慈悲的力量,创造了持续帮助困难的人。 从这边我看到了我们的丧人,他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来帮助许许多多的人,我真的很感动。 最主要的原因呢,是我觉得大江坡他们的那些学生啊,都是一些来自家庭情况呢,也都是稍微的,不是那么的好。 好,所以呢,实际呢,愿意给这个机会,给我,也给他们来学习,让我去教导他们,我真的很感动,加上我本职也是一名实习老师。 应对大学,学生,那位幼,每个星期日都到打枪补,社区中心,主席班,补导小朋友的课业,在参访过后,更加肯定自己的信念。 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帮助更多学生来自比较贫穷家庭,有这个机会去学习到更多关于到科技上的东西,更了解到实际是在做什么东西哦,就实际是怎样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就不只是马来西亚,然后我们也希望可以把这个概念,这个理念带给更多人,让更多人一起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来自印度的PART1,到马来西亚已经8年多,经过参访,他对竹童鱼毛钱可以助人的概念感兴趣。 I am very touched by the teachings that were shared to me about being compassionate and showing respect and love to everyone. The very important thing that I learned was when I got this, it shows me that every morning when I have to get up, I should be thankful, and it doesn't matter what I put in, but it's a point that when I get up and the thought of being thankful is a great thing.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come more often to the Sunday centers and give back to the society. 陈秀莲,四位退休老师,当初因为要学智能手机,知道补习班需要老师,一不容时就加入了补习班老师团队,今天更邀约了女儿一起来参访职计。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about Citi, I get to know that Citi did a lot of charities to help the poor, to help to save the earth, encourage people to recycle. So I think Citi is a very good organization, so many missions. I feel very proud to get to know more about Master Chen Yen. 这一趟的餐访都是大家各自自备交通,在餐访中见证实际的宗旨,让大家更肯定自己的信念,一起为善行努力。 马来西亚 槟城 冯丽西 报导 多一份善恋,多一份平安,一人一善,远离灾难。 绝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